我想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代 就是從這個四個重要的核心價值裡面 在推動我們的兩岸政策 在過去我擔任陸委會的三年期間 我在這邊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說 這個核心政策 核心價值 是永遠在陸委會的處理的思考當中 除了這個核心價值之外 我們也認識到了兩岸關係並不是很好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代 也必須要去思考一些政策的指導綱領 來形塑兩岸的政策 來推動兩岸政策 那我接任的時候 那時候的陸委會的政策指導綱領 實際上就是在2000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阿扁的兩岸政策白皮書裡面 所接觸的這個政策指導綱領 就是善意和解 積極合作 永久和平 那如果說各位有機會到陸委會去的時候 之前的陸委會的背板上面 一定有這幾個字 這個是我要求同仁把他放上去的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指導綱領 我們所有的政策必須要依照這個指導綱領來 大家可以想像到 之前的這個兩岸關係並不是很好 那如何在這個不是很好的兩岸關係之下 能夠開創一些和解的這個氣息 那就必須要透過善意的釋放 必須要透過兩岸之間 有各這種各種不同的機會 能夠接觸 甚至是能夠就這些相互 可以有這些利益的這些議題進行協商 促成兩岸在這些實質議題上面的合作 那如果說這些合作與協商的議題 是從一個累積到兩個三個很多個的時候 那我想這個就是兩岸未來要建立一個 永久和平比較好的基礎 那以前我們在陸委會的時候 除了這個兩岸關係 真的是非常尖銳對立的這個狀況之下 可能有一些會針對中國的這些惡意的操作 會有一些回應之外 實際上我們所把持的這個政策指導綱領 也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那在這些政策指導綱領之上 我們以前在從事兩岸政策的時候 可能跟現在有一些不同的對照 比如說有一些政策要推動的時候 我們非常著重在政策的規劃和評估 事前的評估作業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嚴謹 那這個評估包括政治影響評估 包括經濟影響評估 包括就業影響評估 所有的評估都要做完 送到相關的單位去 大家都覺得所有相關的單位都覺得說 可以了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推動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才具體推動 那推動的時候 所有的部會 所有相關的部會 都必須要有這些協調的措施 以前在跟美方交流的時候 美方也常常會講 Intergovernment Agency Coordination 就是政府部會間的這個協調 對於一個政策成功與否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可以在這邊驕傲的跟大家講 我那時候在入委會的幾年之間 在部會之間的這個協調上面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也覺得那時候也做得不錯 除了說在這些實質的議題上面 跟相關的 比如說交通部 經濟部等之間的協調之外 在很多其他的這些外交場合 陸委會跟國防部 跟外交部 也都同時出席 表達我們的政策 那我想今天剛好有兩位 Michael Michael Tsai Michael Gao 以前我們在出席這種外交場合 一起出席的機會非常多 那我想這個就是顯示我們在 政策的協調上面的一些努力 那我想以前的這些作為 以前的這些原則 或者是說綱領等等的 也會有一些結果 那這些結果 我在這邊簡單的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 我想剛剛也有談到的 就是台灣主體性的確立 就是我們所說的 台灣主權的這個核心價值 在台灣主權的這個核心價值上面 我們在兩岸政策上面 也是依照這個核心價值來推動 那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期間 不管是在外交事務上面 或者是兩岸事務上面 在這個主權議題的確認上面 已經都顯示得非常的充分 比如說這些民意調查上面所顯現出來的 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的 這一些民調顯示出來的 都有非常高度的這種一致性 那另外就是對台灣人的這個認同 他的一致性也是非常的高 那中國人的認同 他是不斷的往下降 那我想這個也是逼迫當時胡錦濤政府 必須要去宣誓說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一個背景 甚至是要有很多說明說 他的政策是希望能夠推動 兩岸的這個互惠的這個背景 那另外一個兩岸政策的推動 是兩岸經貿的穩健開放 民進黨剛剛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的背景是在林登輝總統的 界級又能政策的基礎之上 那時候對兩岸活動的 經貿活動的限制是蠻多的 可是雖然有所限制 有一些企業界的人士 似乎沒有辦法受到這些限制的限制 比如說到中國去投資 有些人就繞過台灣政府的這個許可的範圍 到開曼群島到維晶群島 然後轉個彎到中國去 所以原來的這些限制的這些措施 似乎沒有辦法真正做到這些該管理的這些項目 那另外有一些有關於兩岸人民之間的這個往來 比如說中國的觀光客 那另外還有這些兩岸之間的這個交通的往來 似乎都受到一些限制 那也因此在當時民進黨政府 召開了一個經發會 第一次的這個經發會的結果 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結論 這些結論的第一個 這基本原則就是台灣優先 全球布局 顧會雙贏 風險管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從借體用人 應該秉持全球布局策略性開放的這個原則 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另外一個就是建立兩岸資金流動的靈活機制 第四個就是加入WPO與兩岸三通 最後一個是促進中國人民來台觀光 那在第一任期間 我們就秉持的經發會的這些建議 或者是結論 努力的在做這些經貿上面的這些調整的作為 那我想在經貿上面的調整 仍然是有一些原則在那邊把持的 而不是說無限制的開放 那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說 有關於晶圓和面板這兩項開放 因為以前我在陸委會的時候 剛好都經手這兩項開放的這些措施 我想總召大概也記得 就是那時候要開放第三座的晶圓廠 以及要開放TFT、LCD 小面板到中國去投資 我們那時候召開了很多的這些相關的會議 跟其他政府的部門一起努力做這些評估的作業 那我們認為說像小面板 這個是需要靠人工去灌漿、去裂解、去切割等等的 那也因此如果說把這些低階的這些技術 技術那個位階不高的 需要靠勞力的能夠移植到國外 然後台灣能夠有相對投資的這種情形的話 這個對台灣是好的 這個對台灣的勞工不會有影響 甚至這個對台灣經濟是好的 也因此我們在報請國安會 大家都合可之後 我們才開始推動那個有關於小面板 或者是說晶圓廠的這些開放的措施 那這些開放的措施 基本上是對台灣的經濟是好的 因為在台灣的相對投資 是比移到中國區的這些舊廠、舊設備 是要來的龐大許多 那另外一個民進黨時代重要的成就 就是在中國仍然不願意跟台灣協商的情況之下 我們開放了小三通 那小三通的開放讓離島的居民 甚至是海商 後來開放到學生 都可以利用小三通到中國去往來 那在小三通剛開放的時候 第一年只有25466人 可是到2007年的時候 小三通的人數已經高達778600多人了 所以這個是在民進黨時代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開放的範例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成就 大家可能在現在的這種背景之下 大家很難去想像 就是說以前民進黨執政時代 所面對的是立法院的少數 可是在立法院的少數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兩岸的法律架構 是一個以限制為主的這個法律架構 因此要去做大幅的翻修 那以嘲笑也大的情況的這種限制之下 要去做翻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那時候我們的陸委會 跟在總召的協助之下 也在立法院做了很多的這些必要的溝通 到最後我們通過了85項條文的修正 那修正的幅度高達80%以上 這是一個新的以開放為思考的這個 兩岸法律體系 那另外一個就是澳門模式的包機協商 包機往來是金發會大家所認為說 應該去推動的一個項目 然後在2002年的 2003年的這個春節期間 我們也第一次推動了這種中庭的包機 而且是單向的這個包機 那這個是一個開端 可是2004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總統選舉 所以我們就停下來 在2004年的10月的時候 我們就公開呼籲中方跟我們積極協商 來進行兩岸之間的春節包機 可是中國方面剛開始的時候 提出來就是要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要不然就是接受九二共識 或者是說國內航線 或者是說國內事務 可是我們通通都沒有接受 到最後在2005年的1月的時候 雙方到澳門進行協商 在2月的時候就開始 這種第一次的雙向對背不中庭的包機 那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模式 那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們只有48班 那第二年的時候 我們再接再厲繼續協商 成長到72班 而且我們並沒有以此為滿足 我們仍然積極跟中國協商 在2006年的夏天的時候 我們已經跟中國達成協議 要進行四節的包機 另外還有貨運的包機 另外還有醫療緊急人道的這個包機 那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幾年 所有的這些包機加起來我想應該是已經相當可觀了 而且我們那時候也沒有以此為滿足 我們仍然跟中國積極協商 周末包機 但是因為2007年的時候已經太靠近總統大選 所以整個協商停頓下來 後來我看到2008年6月的兩岸的協商 這個周末包機的這個飛行 這個跟以前我們在入委會時候 所協商的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所有兩岸的發展 都是建立在之前的這個基礎之上 我想我們不會因為民進黨做了很多的這些開放措施 所以去批評以前李登輝總統時代鎖國 那我想以民進黨當時的這種開放的措施 現在的國民黨也不應該這樣子批評 當時的民進黨是鎖國的 那另外在開放中國人是來台觀光方面 如果說要以一個正式的開放 必須要透過雙方的協商 那如果說中國不願意跟台方協商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間接的開放 從第三地到台灣來的這些觀光客 我們剛開始開放的時候 是容許留學生 或者是說到其他國家的中國移民 第二部分我們開放的時候 是中國到其他國家的觀光人士 順道到台灣來 在民進黨下野之前 那時候每年已經都有十多萬的 中國觀光客到台灣來 然後在2006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組成一個協會 已經開始積極跟中國進行 有關於觀光的協商 正式的協商已經有經過了六輪 可是跟週末報集一樣的 就是已經太靠近總統大選 中國已經不願意簽訂協議 所以在2008年我們看到兩岸的 2008年6月我們看到兩岸的 這個觀光的這個協議的時候 除了人數不一樣之外 其他的內容跟以前我們所協商的 也是幾乎都是一樣 也就是說國民黨在開始的時候 所達成的這些協議 是建立在當時民進黨的這個基礎之上 另外一個我們所感到非常自豪的是 有關於中華發展基金的 這個有效的運用 這是一個很小的基金 但是為了要讓中國的人士 尤其是對中國未來的發展 可能會有影響力的這些人士 能夠有機會到台灣來做短期交流 或者是受短期訓練 以前我們對於中華發展基金 都做了一些改變 比如說我在擔任入委會的主委的時候 我們做的最主要的改變 就是說Target 那一些可能對中國未來發展 最有關鍵影響力的那群人 那我們的這個對象是有兩種 一個是媒體 另外一個是法律的學生 讓他們能夠到台灣短期進修 進修之後能夠進入到相關的機構 進去實習 那我們也從旁觀察 甚至去做調查 所調查的結果是他們對於台灣 是感到非常的振奮 他們對於他們在台灣所學 將來能夠影響中國的 那這個部分他們也感到非常的振奮 當然民進黨執政時代 還有其他的這些政策的 這些推進 比如說陸委會的高層文官 那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對外公開的 現在我也沒有辦法把名字告訴你們 但是陸委會的高層文官曾經到香港去 陸委會的高層文官曾經到中國去 陸委會的文官高級文官曾經到第三國和中國的文官 有這些對話的機會 這些通通都是在我擔任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我現在仍然沒有辦法告訴你們名字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明 以前我們在陸委會的時候 只要能夠促進兩岸關係的發展 只要能夠對台灣國家有利的事情 我們都會努力去做 那我想總結來說 從2005年的1月到2008年的5月 把雙方之間的這種往來 以及這種協商的成果 就是有三次的這個包機的協商 還有各項的專案包機 一共執行了443次的這個包機的往來 那我想這些協議的成果 是以前在李登輝總統時候的 借解用人政策時代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同時我們可能也必須要去做一些檢討 那這些檢討在我的書面上面也都有闡述 那跟上一場一樣就是說 我們國內的因素 國際的因素 是讓我們在推動兩岸關係上面 是一些限制性的一些很重要的這些因素 那在這些因素之上 我們仍然能夠在兩岸政策上面 由我像剛剛所說的這樣子的推動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都是依照我們所設定的 我們大家所共同認識的這幾個核心價值 包括主權 包括和平 包括民主 包括對等 在處理兩岸關係 我可以跟大家講 以前我在民進黨政府的磁彈 我對得起台灣的人民 那我想對於未來的這個展望 我簡單的也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個主權的這個問題 可能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看到最近 比如說吳伯雄榮譽主席到中國去 所說的就是一中架構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馬英九總統在回函給習近平的時候 裡面所說的這種各自以口頭表述 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這種中國對於九二共識的這個說法 我們是感到很擔憂 尤其是台灣的國際參與 現在幾乎是被當作中國的台灣省的這種模式來處理 那接下來對於未來的民進黨政府 將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 民主的這個價值也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 現在的政府對於中國的這個民主發展 人權的迫害通通不置一言 可是將來如果說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秉持這個民主的原則 將來怎麼來處理這些事情 而不會被人家當作是一個現狀的破壞者 或者是一個挑釁者 或者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和平的這個問題 和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和平必須要建立在自己的實力之上 那我想下一場可能會談的更多 我就不在這邊講 另外一個就是指揮體系 最後一點 指揮體系 就是說所有的政府部門 是不是在一個總體的指揮體系上面 總統 國安會到陸委會 然後橫向的協調 那以前我可以確切的跟大家講 這種協調的工夫做的還不錯 可是現在我曾經看到幾個例子 就是說有一個部長到中國去 跟中國簽訂一個金融管理機制的協議的時候 我們國內的陸委會主委還不知道的這種情況 那另外還有各個部會 似乎都爭相去跟中國簽訂協議 那這個等於是一個完全沒有節制 完全沒有指揮的一個體制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未來民進黨重新執政的時候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災後重建過程 謝謝大家 然後還有很多一些 我們看都不能講 會先說 我們放到什麼 熟悉的 這個活 dari 石階 再來 你們 關於